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只見到我們兩個 其實一會兒有些神秘嘉賓 我們先聽聽一些故事 好 去片 又是講故事的時間 太原有一個年輕人姓王 有一晚他出街 遇到一個很年輕的女郎 年輕的女郎 見他拿著包袱在路上走 走得很辛苦 急著上來就走過去看看 咦 原來是一個二十七八歲 年輕美麗的女郎 心裏就很愛慕 很喜歡 走過去問 咦 小姐 你這麼晚 自己一個人走 那女生就這樣說 你和我都不認識 你幫到我什麼 你又問你有什麼用 那王先生就說 你不說幫我聽 我怎麼會幫不到你 或者我有些東西可以幫到你 你不用介意的 你講來聽一下 那女生就哭著這樣說 哼 我父母貪錢 將我嫁給一個 富家公子做貼士 但我大姐好兇 每日都會打我 我忍受不住 所以就逃走了出來 那王先生就問他 咦 小姐 那你打算去哪裡 那我小姐就這樣說 逃走出來都沒有想過 可能找我的親戚看看怎樣 我都沒有決定 那王先生就說了 那我家屋呢 你來這裡就不是很遠的 或者你來這裡 我在這裡坐坐 休息一會兒 慢慢打算一下 遲些可能可以聯絡到你的親人 那我女生就很高興 如果公子肯這樣幫我 那真的好 那於是乎呢 那王先生就幫她拿著重包袱 帶她回家 那入到家 那女生在四處一望 見到沒有人 那便問她 為什麼你家裡沒有人 那王先生就回答 哦 這裡其實是我的書房 那女生就這樣說 啊 這房間真的好 如果公子肯收留我 讓我在這裡住的話 希望你也可以保守這個秘密 不要洩漏出去 哦 那王先生就回答 這裡沒問題 那王先生答應讓她留在這裡 然後跟小姐說 小姐 天色都不早了 不如你好好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吧 那我也要回避一下 公子不要走 我一個人在那陌生的地方 我會怕的 哦 你不用怕的 我這裡很安全的 但是我想我們這麼晚 孤男寡女在這裡 好像不太方便 呃 不用擔心 我都不介意 你都是怕被人知道 那如果你不跟外面說 都不會有人知道的 哦 你放心 我一定會保守秘密的 那好吧 不如我在這裡陪你一會兒 等你睡了之後 那我就會走了 公子真的好 嗯哼 那王先生幫他抹大眼的時候 咦 怎麼會睡在姑娘旁呢 那他就很害怕 那立刻 我們推出去走 那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沒多久 那他就隱約 等到他跟他太太說 跟他太太陳時說 那就把這件事說出來 我們收留這個女生 都是為了他好 希望他能夠聯絡到親人的話 親戚呢 希望他不會再被人欺負 再被人迫害 對啦 那但是呢 陳時就這樣說 唉 都不知道他在哪裡來的 你還是叫他走啦 那就是啦 那 那王先生就跟夫人說 不要緊的 他在任為法樂之本 而且這個姑娘 他都很慘的 收留幾天 等他可以聯絡到親戚之後 那可能他很快就會走了 嗨 我不理你了 那結果呢 那王先生有一天呢 在街市市集中 就遇到一個道士 道士看到他之後呢 很驚奇地問他 咦 你究竟遇到什麼 那王先生就回答 什麼事啊 沒有什麼啊 那道士跟他說 咦 說你身上滿身邪氣 你沒有什麼預過 那王先生就反覆在那裡想啦 沒有啦 沒有啦 然後那個道士 唉 沒有他負 自己走了啦 一邊走一邊自然主講啦 嘿 你古靈精怪這個人 死到臨頭自己都不知道什麼事 一點都不覺悟 唉 我得不理他 那王先生聽完他講的說話 覺得很奇怪咯 懷疑難道那個女仔有問題 那轉眼回去想想 沒理由啊 那女仔這麼漂亮 怎麼會是妖啊 怎麼會是怪物啊 難道那個老道士 想找我飯吃 唉 還是不要理他了 於是他回到家之後呢 去書房門口了 想把門進去看 咦 門鎖了 又進不去 那究竟那女仔裡面做什麼呢 很懷疑 於是他就爬上牆 在牆邊的缺口 捐過去 跳下去 仿佛在門那裡 裝到他裡面做些事 那先去看看啦 那見到 啊 原來一個 面白真靈 鬼怪 整個面都是青色 那些牙呢 漫漫的 腳趾形狀 還看到他呢 將一塊人皮鋪在床上 用一些畫筆 慢慢慢慢用一支筆在那裡畫 那他畫完之後呢 就拿一塊人皮 好像衣服一樣 穿在身上 一披在身上呢 立即變成 當初他見到一個美貌美女 他見到這個樣子之後 嚇到失魂落魄 跑都跑 不知跑回去了 立即去市集裡 找那個道士 那在市集裡 總是見不到那個道士 那他經常去找 找到去郊外 咦 永遠見到一個人影 咦 原來是老道士 馬上跪下 老道士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快點跟我趕他走 那老道士就跟他說 趕他走 其實 這個貴蜜他都很慘的 他剛剛才找到人 替他替身 唉 我也是不忍心傷害他 於是乎呢 就跟他說 那這樣 我手上這些塵笛 你放在家門口 掛一個長長膏 他應該不會進來騷擾到你的 還有什麼事的 你明天過來清帝廟見我吧 那黃先生拿著陳笛就回家了 經過家門口 經過他的書房那裡 不敢進去 那就馬上走入自己的睡房那裡 把陳笛插到他家的睡房門口那裡 後來到晚上一間 聽到門外有些 癡癡癡癡的聲音響 好奇怪喔 那他自己又不敢看 於是他把他身邊的太太去看 那他的太太去看 那他太太去看一看 那他太太走出去 在門外放出去 咦 果然見到那個女仔來了 但是那個女仔 看著陳笛又不敢進來 站在那裡咬牙齒齒 好來好來 好生氣 接著沒幾乎就走了 那說沒有一陣子之後 又回來 口裡沉沉沉地這樣說 死到死想嚇我 我不怕 哪有人放到口裡的肉 會輕易放出來的 於是那個女仔 他馬上走到門前面 兩手腳 就把陳笛咬爛了 接著一手推開門 衝上床上 見到王先生在那裡 走到他前面 一手就撕開他肚子 一手就把他的心拿出來 那轉頭就走了 接著他太太 立即看到樣子 哭在身上 接著那些工人 就拿一支蠟燭出來一照 見到王先生已經死了 胸口打開一個洞 還在流血 那王先生太太就很害怕 怕得 不敢 哭出來 王先生的妻子 陳氏 就和王先生的弟弟 一起去找個道士 那道士聽過之後 就很生氣了 嘩 我本來可憐他 這隻鬼 居然敢做這些惡事 我一定要收他的 那接著就跟著王先生的弟弟 一起去找個女妖 那去到我家的時候 就不見一個女妖 四處都找不到 那道士抬頭 四處看下 他我想他都走得不遠 接著他問 咦 這間屋南園那裏是誰住的 那王先生的弟弟說 咦 那裏不是我家嗎 道士就說 那裏是你家嗎 那王先生的弟弟就有點驚訝 不敢說任何說話 那道士就問 看看有沒有些不認識的人 來了你家 那王先生的弟弟就說 我今早一早 就有青帝廟 我都不知道現在有什麼事發生 讓我回去問一問先 那一會他回去問人之後 回來了 嗯 道士說道士 果然真的有一個 之後找了一個老婆婆 沒有地方去 她說想來我家做工人 那我太太見他那麼慘 就收留了他 他現在就在我那裏 那道士就說 嗯 一定是他 你和我一起去南園 去找他吧 果然是這個老妖 然後道士拿著手上的木劍 走去庭院 立刻去招呼他 妖怪 還回神筆給我 那那個老妖一見到 很害怕 立刻想走 都未走到出門口 道士就已經一劍刺中他 即時趴在地上 啪 他快在身上的人皮 立刻掉了下來 化成一隻餓鬼 那他趴在地上 在那裏叫 好像豬聲那樣 嘔嘔嘔 在那裏叫 道士 說都不說 就一下子把他的頭斬下來 那那個老妖呢 身上呢 立刻變成一灘水 好像龍煙那樣 那道士立刻拿出個葫蘆 打開個葫蘆蓋 那道士就把他塞住了 然後呢 道士就把地上的那塊人皮 看一看 嘩 眼耳口鼻手腳全部齊全 道士就好像捲畫那樣 道士就好像捲畫那樣 將他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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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捲完之後 就放回自己的道士袋裡 然後想跟陳氏 和王先生的弟弟說 想跟他們告辭呢 但王先生的太太 陳氏 還有他弟弟 立刻跪在地上 擋住門口 不讓他走 求他 道士師傅 求你救我老公 道士見到王夫人在那樣 求搖 又不知怎樣做好 那只要跟他說 夫人 其實我是做不到的 那陳氏呢 就更加哀傷 在地下哭了 我求你了 我老公很慘的 那道士想了很久很久 夫人 我法力都是不夠 真的不能夠幫你老公 起死回生 但是呢 我想一下 應該有一個人可以幫到你 或者 你找他應該會有效的 那王先生的妻子就問他 他是什麼人來的 道士就說了 在這個街市上 就有個風風天的傻佬 經常有一些泥 泥睡著睡的 那你嘗試去求一下他 但是你要記住 如果他怎樣侮辱你呢 夫人 你都不可以發怒 要照聽他說 照他話說去做 那話還沒完 王先生的弟弟 和陳氏 就聽著 記著道士所說的話 就去街市找 果然呢 有一個黑衣 在路上瘋瘋瘋瘋唱歌 又是躺在泥堆那裡 哇 鼻子還拖著三隻長的泥 哇 周身邋遢 都沒人走去 沒人敢走去見他 那陳氏一見到呢 立刻在他面前跪在那裡 求他 那黑衣就在那裡說 美人啊 你愛我嘛 那陳氏呢 就把所有之前的事 一五一十 那告訴這個黑衣 那黑衣就 哈哈大笑了 哈哈哈哈 人人都去做老公 為什麼要救他啊 那陳氏就呼呼哀求了 那黑衣就要說了 這麼怪的 人死了 你就叫我去救他 難道是炎黃嗎 那後來呢 還拿一支棍打陳氏了 但是陳氏忍著痛捱打了 那後來一試雜想 很多人圍觀就看著了 圍到密曬了 那黑衣突然間 一試雜想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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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達痰出來 放在手掌上 對他陳氏面前 你吃了它 那陳氏就滿面通紅 好害怕 又覺得好難餵 但是心裡便想了 嗯 路導師曾經吩咐過我 要聽他的說話 我唯有吞了它 那於是乎呢 陳氏就吞了它 大一吞吞的時候 好像一顆纜苔的感覺 開頭片顏 後來遠一點 後來咧咧咧咧咧嘻 吞到喉嚴後 看到见到喉嚨 就一直在放鬆 那於是乎 那 function 那是乎 pla 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美女美人,你愛不愛我啊? 於是他站起來,沒有理他,一會兒就走了,就向清帝廟走了 陳氏就跟著他,當他跟著他進廟的時候,見不到他 四處在廟裡反覆找不到他的跡象 於是覺得很醜,又很生氣,但沒辦法,之後回家 既然他老公都死了,他一邊哭一邊,覺得很醜,回到家 然後呢,就想一下,哎,吃了那個傻佬的痰 已經越想越哭,越想越傷心 但回到家,見到他先生的屍體,打算執拾屍體,掃了血跡 那家人見到他都很呆,站在那裡,不敢出聲,不敢過去 但是呢,家人見到他都沒有人敢過去 於是陈氏只有抱著屍體,抱著他老公,把腸,把內臟折進去 一邊弄,一邊哭,還哭得很大聲 突然間,那個胸口狠狠住,好像有些人想吐出來 那一吐出來,發覺原來是一個心來的 剛好吐正,剛好陈氏的胸口 剛好吐出來的時候,剛好吐正在黃太原的胸口的洞裡 他一看,咦,原來是一個心來的 還啵啵啵啵啵啵啵跳動 那他立刻按個心,又在胸口裡面 但是那個心還跳得很厲害 在胸口附近還有一些熱氣,霧了出來 他很驚訝,怕他上來 立刻用手把兩邊心的肉,雙口擠壓在一起 這樣壓緊它 但仍然沒有很多煙 於是他拿著衣服蓋著他先生,抱著他 用手摸了屍體 發覺屍體開始慢慢有溫暖感 於是他立刻再抱著他蓋著他 後來過了半夜之後 到第二天天亮了 發覺他先生開始有些呼吸 天都開始亮了 原來發覺他先生慢慢慢慢蘇醒擦大眼 就這樣說了 好像發了一場夢 但我的手怎麼那麼痛呢 於是他打開衣服看 看到他心裡有一個好像金錢那麼大的形狀的疤痕 合起來了,沒事了 故事就講完了 發覺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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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醒了 我待會兒 Oh okay 我待會兒 吧 我待會兒